哈喽各位,这里是音乐门开汤,我是小凡 从去年开始,全球就刮起了一阵复古风潮 而自从离开钱东家,终于能够放开手脚 进行施展创作才华的姐姐邓紫琪 也在愚人节这一天惊喜发歌 选择的曲风也正是当下全球风移的复古无趣 MV更是充满了各种小巧思 不仅用上了老电影的绿镜 还邀请陈伟婷来带来MV的男主角 这首超能力虽然没有事先进行什么宣传 不过在新端一发布 却几乎进入了半个娱乐圈来为邓紫琪打课 摇身一变成为唱跳歌手的邓紫琪 简单模型的舞蹈瞬间引来不少明星的真相模仿 来和打击玩耍吧 不愧是公认的创作才女 这次的新歌也是由邓紫琪本人一手包拨 随着这首歌在小视频平台的大火 也引发了不少网友们的争议 有网友表示 这首新歌完全就是由好几首欧美歌曲拼凑而成 更使之言邓紫琪就是在运凹才女人上 到底歌曲中的哪些部分涉嫌抄袭 我们话不多说 一起来听一下对比吧 All the loneliness has always been a friend of mine 说话才能全部都不留线紫琪 不可思 其实前面两首有些太过牵强 说是抄袭也不坦能站得住脚 争议最大的就是最后这首 由澳洲古宝剧女歌手凯莉尼洛在去年发表的real group了 同样的曲风同样的效果器 让不少网友越停越混淆 不过也有人表示 两首歌的和弦走向根本不同 唯一站得上边的就是同样的复古曲风 空而剑超实在太不地道 而邓紫琪这么多年的口碑 就是用超强的唱功和创作实力 一点点建立起来的 原本没有必要自杂招牌 究竟有没有抄袭 还是要靠证据来鉴定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造谣和抹黑 哦我好想在你月亮的唱片里 我唱片里 我不想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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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紫琪除了有着一流的音乐意识 业务能力也一直都是顶级 这么多年来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唱功 时不时还能作为其他歌手的演唱会嘉宾 砸个场子 先费天灵盖的高烟 真是随口就来 请我们的最后一起来欣赏一下 邓紫琪去年在节目上的表演吧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